WTT新加坡大猛冠赛正在火日进行中 国品的陈盟还有王王瑜谁更有希望得到最后的冠军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他们这场五局大战吧 他们两个人都是国品的核心主力选手 陈盟世界排名第一位王王瑜第四位 首局的王王瑜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以11比5率先拿下了第一局 王王瑜的技术特点还是比较平衡男者运动员 他是人有顶级的防守进入能力 特别是杰宝兽的宁拉 但是有时候防守会正手的时候 他会出现速度比较慢力量不足的情况 陈盟是以11比9拿下来的第二局 现在是聚分1比1平 而陈盟可以刷射穿统女子打法的强化版 他的技术比较全面打法这样也高 几乎没什么漏洞 但有时候会打得比较保守 进攻力不足 后面两局的陈盟状态是有所会胜了 在比分3是老老咬住了对手 王瑜最球是防守连续压住了陈盟的中路 这也是体现了他防守实力的一个后势 回摆之后抢上手打回头 还是把正手短反手上手拉直线 中路长的 陈盟的这个解法出来是有点冒高了 这台下一把很快就陷入了被动 王瑜再 截止到目前王瑜是拿到了一个市民赛 还有全会的女团冠军 在去年的安徽塔斯只打了团体 并没有打单打 给中路连续的顶住中路变正手 陈盟前面的两板中路顶得不错 又胸变正手 而陈盟塔斯在去年拿到了安徽的女团冠军 但时是战胜了水里沙获得的 只差一个市民赛的女团冠军 就可以成就大王冠 第三局双方都打出了最好的状态 现在比分是交替上升 哎哟 这个球被王曼玉 啊 陈盟的街坏 王冠玉15比13当下 第三局现在是区分2比1领先 哎哟 哈哈 这球陈盟是刷前三首波动通过弱脸去前阵王冠玉 不过这个变持线还是打得有些着急了 他们两个也是经常在大赛中相遇 虽然对比起一个打法是比较熟悉 第一次觉得陈盟还是从王冠玉的正手进行突破 现在是拿到了7比3的领先 这球陈盟是正手抢拿了一个外长角 角度打得很刁壮 一个侧切 就是反手相持 我们有连续的 陈盟是以西比赤拿到了第四局 现在是局分2比2平了 陈盟的这球是防得反的缜密 玩猫浴的防守进行质量已经是很高了 还是打不床 哎哟好球 哎哟好球 突然的一个变 直接开场球 这个时候陈盟世界发了一个长球 然后先接正手的抢弓 还是长跑球打得更加简单一点 哎哟漂亮 一直逼向王曼玉的中路啊 连续 直接开场球 漂亮 欢迎在顺民下访分享一对搞比赛的看法 漂亮哎哟团了一个幸运球正手进行对拉 先来设决胜局9比8陈盟领先一分 他对方的正手短 快提中路底线 最后设成本大比分3比2战胜了王茂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